随着我们去过的地方越多 越觉得出门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了 我们现在已经是神话节武器了 堪比人生巅峰 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在家混吃等僵尸了 根本不需要出门搜刮物资 听听 这话居然是从战神嘴里说出来的 不要忘了我们的副本难度最高才是自己呢 官方说了糖果厂副本是最难的 然而我们连糖果厂在哪都没有找到呢 革命结束之前谁都不可以混吃等僵尸啊 等下一波思潮结束 我先走出门搜刮物资寻找糖果厂 小师弟你在家搞基建 想要找到糖果厂完全可以派钱小师弟去 他有化石龙和麒麟 跑图就是简简单单的事 绝对不可能 我宁愿出门收破烂也不要去跑图 根据我十年老玩家的经验来看 一直找不到糖果厂的主要原因在先者 是他的个人素质拉低了我们的战斗实力 导致我们无法触发高阶副本 小师弟我就问你几个问题 你现在等级多少了 虽然我只有46级 但是等级不代表战斗力 你的等级高 那是因为你吃掉的经验书比我们多 不代表你的战斗力比我们强 那是因为你天赋一柄 强蟹伤害当然比我们高很多 所以你才最适合出门探险 不不不 我最适合混车等僵尸 如果非要在搞基建和搜刮物资中选一个 我还是选搜刮物资吧 我突然想起来了 据说50级之后还有超级武器呢 我还是应该多找一些经验书 抓紧到50级 从小地图上看 这座城市可是一座超级大城市 搜刮完整个城市的经验书 肯定能到50级 小师弟啊 你的数学是提议老师教的吧 升一级需要几十万的经验资纳 你现在才四成六级 再来三座超级城市也不一定够呀 我的天哪 小师弟 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就是火山吗 这么的 你没见过火山呀 天哪 见到火山你一点都不惊喜吗 在末日僵尸围城自己 火山和城市共存 你看这里悬空的道路和楼房 多么的神奇 而且作为生存大佬 见到火山 不应该像回家一样亲切吗 看见火山不亲切 但是看到监狱倒是十分亲切呀 深层在火山腹地的监狱 而且整座监狱还没被岩浆淹没 见到这座其他的城市 我又想讲鬼故事了 末日来临之前 这里原本就是一座和谐康城 并因为旁边就是火山而远近闻名 某一天一个市民突然发疯一样 袭击了街上的行人 逐渐受伤的行人也被感染 为了控制那些被感染的人 市长决定在火山腹地 建立一座监狱来安置那些感染者 可惜啊 好景不长 没想到病毒在盐间的炙热空口下 居然发生了变异 居然可以在空气中传播 仅仅一夜之间 整座繁荣的和谐康城 成了一座死城 讲的什么烂故事 还不如市巢精彩呢 赶紧回基地准备迎接市巢吧 故事虽然烂 但我觉得很接近事实了 宰沙巢基本上已经修复完工 但是这一侧的材料用的是土砖 不如岩石砖结石 僵尸应该很快就能拆掉 但是我一个僵尸都没看见呀 难道僵尸也去玩黑悟空了 上下前后左右 都没有发现僵尸好吧 你们都是什么眼神呀 这一次狮潮居然从宰沙巢下面刷新 一大群橄榄球僵尸聚集在墙下 我看见了 谁的小伙伴已经倒地 正在嗷嗷逮捕 狮潮又想摆我们一道 可惜派出来的是没有用的橄榄球队员 没想到这又是一波反主僵尸 居然都没有从宰沙巢刷新 偷摸子又想拆基地又扯 怕什么又没有大boss 直接用火箭袋轰炸就好了呀 一点都不好 没有小队员的我 遭遇空袭僵尸如断一臂 被他们逼到池塘里搞得狼狈不堪 小师弟没有小伙伴就变成软狮子了 被按在水里摩擦爬不起来 你那酸动鞠和火箭筒又睡着了吗 我看你不是战斗力不行 而是脑子不行 大师兄 多打僵尸少说废话 你的宰沙巢像齿壶的一样脆 僵尸已经开始拆方块了 有数量挺多的 僵尸炸堆火箭弹炸飞 我说小师弟 你的火箭筒能不能瞄准一些 每一发火箭弹都打在土端上了 知道的知道你枪打不行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帮僵尸拆方块呢 你倒是炸僵尸啊 玩归玩 闹归闹 别拿战神证明开玩笑 我这满屏的阿拉伯数字 证明我发发必重 不过这一层视野确实不太好 为了发挥出神话级枪械的全部威力 我决定去最上层 你们守好基地为强 但是小师弟去前线了